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事之一 英雄少年 英雄梦想 还看少年 中华少年 首次挺进 城市之间 身手很矫健 场面很狂欢 场场都有不同的卡通人物与欢乐为伴 中法小勇士 赛场成朋友 共同演绎快乐无间 城市之间 英雄少年 红趣无限 欢迎来到少年版的城市之间 开心心地玩上一把 忘记再期作业 忘记爸爸妈妈的唠叨 忘记所有令你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此刻 放松你的情绪 快乐 你的心态 快乐 你的心态 是的 公园要想拥得这场比赛可不容易 他们面临的是强大的蓝队 让他们来吧 他们都是来自法国北方的孩子们 看到法国的孩子我们能够知道 他们的年龄看起来要比今天参赛的中国队大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上演一出反败为胜的好戏 今天我们有点战劣势 但比赛就是比赛 只能让孩子们遵守比赛规则 当然需要我们的裁判 Oliver 你好 两个最后最后的比赛项目是永谈高峰 在之前你们要努力获得分数 开始来玩吧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叫做加勒比海盗 在您面前这条蜿蜒曲折的通道上呢 我们的选手将和施华的肥皂水做斗争 他们要一点一点的去通过 而在岸上在我的背后也是我的对手蓝队 他们要用这样的黄色塑料球不断的向上击打 希望把我的红队打到水面下面去 不过我想红队是非常出色的 在今天的比评当中您将见到激烈的比赛 而我希望最终获胜的是红队 准备好了吗 跟我们一起玩吧 孩子们要努力往前冲啊 主义 加油 我们在浪漫的法国 跳上了城市之间 玩了24级的赛道 应该说 城市之间为我们画了一个大大的友谊的同心园 那我们就来一起求证这个友谊的同心园的周长吧 如果比赛是它的直径 那我们可就是那个关键的圆周绿 也就是那个派呀 正是因为有了必不可少的我们 最终成的金区的算出友谊同心园的周长 所以我们是少年派 少年派呀 诶 这不是和那部大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吗 是啊 我们在城市之间的赛场上 可也是一起挺心动过的奇幻漂流吗 看看 接下来的这位小选手 哎呦 个子小小的 岸上的蓝队你们舍得出手吗 你们好意思打我吗 蓝队好像多少有点仁慈 啊 谁说的 他们明显是算准了才打的 没有打到小朋友 但是一下子就把水桶打掉了 小朋友有点不敢往下跳 就是水中的那位唐老鸭 准备帮他一把 哦 回家咯 好了 鲨鱼来了 蓝队今天的击打非常的准确 好像总是可以寄中水桶 不错 终于有收获了 不多 啊 时间差不多了 你再时间到 农队的孩子们表现得真不错 看 在我身后虽然时间已经到了有点遗憾 但是这位小可爱他拿到了一个好的生计 来 让我帮你 小心 哎呦 屁股疼不疼啊 很疼 很疼那你为什么不等我一下 我说让我帮你 那别哭啊 别哭啊 疼不疼啊 我从来没哄过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哄他 要不你给我唱首歌 你哄哄我 不用了 不用了 疼不疼 你要勇敢 要坚强 电视前有很多的观众能看着你 好吗 忍住不许哭啊 我们程序之间的营兴少女人都是天赛 来 一起看看小队员用过来的水吧 同队水少了一些 不到一升 蓝队一 二 差不多两升水 这项游戏是蓝队获胜 真快 过来的 过来的 加油 看我们的阿罗尔已经准备好为他的队友第一次了 第一轮 蓝队 三 二 一 准备 快速穿衣的比赛开始了 首先呢是法国队 两分半的时间 目前传送带转的不是很快 穿步子这个项目也挺难的 毕竟你是要用腿来行走 这个时候你想挪动步子很难了 因为还不错 还不错 身手还是很敏捷 不过这短步呢 好像没有这个腰带 穿到一块又掉下来了 这会限制着孩子灵活的步伐 我刚才已经退到悬崖边上了 小心不要脚下半算 这个毯子相对来讲难度小一点 我真不知道他脚上穿的就是裤子还是袜子 戴上帽子 这看来有一分入胀了 他现在停止 这样孩子就可以追落水了 看起来平常在家很讲卫生 什么东西掉了呢 都把它捡起来 现在还要再继续 接下来接力 水姑娘 身材看起来非常的高 我们看他完成怎么样 他很聪明 有条不紊 先把短步捡成一个长条 这样的话呢 更容易把手伸进去 可惜了 这是壁虎漫步吗 这是壁虎漫步吗 终于落水了 看起来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赛前的战术完全被打烂了 有些困难 他不妨试试用一条腿来跳 看他跳的速度能不能比上这传送带的速度 好的 短步套上的话后边应该问题就不够了 现在我们的道具做的都是一样 就是短步没有苏锦袋 基本上这条短步会不停的往下掉 看怎么看得心心有味 那便是季前的您呢 不知道这个时候一个大人的眼神 去看少年人的比赛是怎样的心情 有一分入账 最后的十几秒时间 得分可能时间不够 如果传送带赚得更努力点 还是有可能入水 你看 抓紧时间 他来了个压少跳水 时间到 马上要开始平行比赛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希望我穿衣服能快点 爸爸我平常穿衣服 因为我平常穿衣服非常快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也能发挥出来 第二轮比赛的小姑娘也准备好了衣服 第一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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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的浮出水面 而第二个少年也已经开始了进行比赛 看我们城市之间 国际版成人的比赛不一样 看青少棉嫩的比赛呢 你可能更多了一份 轻松的感觉 他们入水的时候 心态可能是愉悦的 三脚跳 多少有些困难 多少有些困难 成功在停了 看起来他赶上了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 披上毯子 再戴上帽子 有可能拿到一分 看起来 穿上短裤子 让他摔得更狠一点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拿分 时间在一点点的流失 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 如果他们把鞋脱掉的话 可能会完成得更加的简单 不用担心 他们的膝盖上都带了护膝 而且有护肘 虽然到传统带上不会很疼 但是水花肯定是不小 这孩子看起来很机灵 侧向的不断的滑布 看起来他有可能成功 似乎是短裤太小而斜太大 说说看一个年轻人脚的高不高 看他的脚大不大 在这个项目当中脚大 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时间到了 水凉不凉 凉死了 凉死了还不赶紧上来 来 你觉得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在哪 就是在连接的时候 它连接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水里了 一不小心就到水里了 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得分呢 你觉得这个短裤好穿吗 不好穿 你看这短裤有多大 电视前的各位 穿上了之后 它会自然的下来 到你的脚这个地方 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跑动 中国队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虽然没有得分 但希望你收获快乐 好了赶紧换身干衣服 去吧 在我身后的项目呢 叫做海滩冲浪 他们将从15米高的高台上 一冲而下 最后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岛上集合 这是一个需要战术的游戏 在赛前你必须想明白 谁先下来 谁又会帮助谁 这项游戏考验的是团队的合作 我相信中国人在这场比赛中 一定能够拧成一股神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 第一轮滑下来的是蓝队的小选手 比赛开始了 法国队的小选手 他们只需要迅速地冲下来 第二个选手就可以完成接力了 第二个是女选手 他出发了 水花四箭 这是精彩的着陆 我想非常像大家在游乐场里面玩的那个激流勇气 这个小岛呢 对于成年人来讲 已经是很失华困难 为了给少年运动员 减低一点难度 我们看到这个扶绳的长度增加了许多 并且呢 选手们是可以等待同伴 然后互相帮助一下 天天的笑脸 不知道能否打动电视机前的你 我想他们在城市之间玩得非常愉快 所以他可以不从小艇跳起来 直接往上爬 可能会更近一点吧 好了 顶端最后一个选手已经出发了 这样的话呢 六位选手都已经在这个小岛上聚齐了 海滩冲浪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六个人一块集中在这个小岛上 他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协助 啊 现在一分三十五秒 比赛结束了 他们是成功了 有没有选出自己的小队长 有 谁啊 有 待会决定怎么集体配合呢 一会我第二个伤 第一个伤 他伤不最后 我给他拖上去 然后我最后一个伤 把他们都给拖上去 我最后一个伤 如果你有小队员掉水怎么办 我把他们拉起来 待会就看你的了 小队长一定要起到领头的作用 我们都在后面为你加油哦 蓝队在一分37秒之前 六名选手全部登上小岛 红队如果想取胜 就要更快一点 看红队的了 好了 中队出发了 一个小选手已经落水了 或者说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冲浪了 他想办法 先自己尝试 看看他凭自己力气之力 能不能上得去 没错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要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时间 好的 他先抓到了扶绳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小伙子臂力不错 如果他能够率先上岛的话呢 他可以在上面 帮其他的女选手一把 而且第三个下来的选手 还可以继续帮忙 最好就能够在下面 帮着拖一把 没错 帮着拖一把 拖一把 拖一把 对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 大家要有所计划 好的 那边那位女孩子厉害 没有用任何人的帮忙 自己就上来了 而且还在帮男选手 如果在这个团体当中 有那么一两个智慧 或者体力 更加出众的选手的话 这个团体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用时很少 第六名选手已经 来到了小岛房 我们岛上已经 有四位队员成功的登岛 要给其他的队员 同一个地方 好的 将近 接近了 拖一把 好的 一分二十三 一分二十四 我们还有十分 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来打破刚才对方 一分三十七秒的记录 时间不等人 一鼓作气 如果你能够上来 就能够成功 否则的话 时间就到了 好的好的 不错 比赛结束 在比赛之前 你们设计过 什么样的战术吗 那个男孩先下去 然后呢 一个轻一点的 再下去 然后呢 然后那个男孩把 亲的女孩 然后拽上去 然后一个一个往上拽 只有一秒钟的差别 蓝队的六名队员 在一分三十七秒之内 登上了小岛 而我们可爱的红队 却用了一分三十六秒 就登上小岛 这个游戏 红队获胜 在城市之间的赛场上 我们体会到了成功 和失败的滋味 正像电影中 少年派所说的 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转变 都让我们在生活中 走得更远 在这里 我们也体验到了生活 想让我们体验的东西 那么 你们猜猜 我们到底都体验到了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 马上就是有牛的项目 这是城市之间 最为经典的项目 那么我身旁一个小朋友 接下来 他要用他的眼光 告诉你 在他的眼里 牛是什么样的 你喜欢动物吗 喜欢 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最喜欢的动物是蟒蛇 蟒蛇 这是一个非常 出乎人们意料的答案 那牛在你心里 是什么印象 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见到牛的话 就是总是老害怕牛 在心里 它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说别太 最害怕那只牛 在我们的每一个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在少尔班 有一个规定 就是要把那只小牛 放出来 在这个操场上 溜一溜 好像是要刺激那只小牛 让它打醒精神 那么那只牛的经历 急不急中 将会决定 今天的比赛 是否精彩 待会牛马上就要出来了 等你看完那只牛 再把你的感受 告诉电视机前的各位 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其实这两位是兄弟俩 猜一猜 他们到底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我是哥哥 这个是哥哥 这是弟弟 这游戏呢 是特别需要配合啊 你们两个之前 有没有商量什么配合的战士 商量过 就是我来 就是如果别人已经有两个了 然后就最后一个 就我马上跑过去 把那个卡住 就使别人形成三个子 然后我们再以那 我的那个子为中心 再画三个 这样就可以了 书学题学得不错 你呢 就是不要跟牛作对 要躲 不要 就是要躲牛 不要 顶牛 嗯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得学会如何与动物相处 就像少年派跟那只孟加拉虎 在大海中友好相处是一样的 我想派也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观点 影片是怎么说的 人生 自我都不是用来战胜的 而是用来相处的 城市之间为您提供欢乐空间 城市之间为您凝固激情瞬间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城市之间穿越时空 连接着中外各国的城市之间 精华经典经编 换一种角度欣赏 换一种诠释观看 十七经典特别奉献 不一样的城市之间 给您不一样的期待与看点 这是一个需要闪躲的项目 因为马上牛 牛就要出来了 而我们的选手不能闪躲 他们更重要的是要稳稳地 站成一条直线 就好像电视前 您现在所看到的 这就是标准有效的得分 我们的选手有头盔 有护胸 有护背 还有护肘和护肩 他们这一切的装备 都是为了那只小牛 好了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在勇敢当中带点智慧 跟牛玩个痛快吧 小牛不喜欢动脑筋 最喜欢和我们的小朋友一起玩了 来吧 放牛 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今天中国队斗牛的就有一对兄弟 看看兄弟俩之间的配合 是否亲密无限 待会儿这只牛就会感觉到场内的气氛不同 因为来自中国和法国的六位少年选手 将跑到舞台的中央 你看到了吗 这位小队员被牛顶起来 就好像被顶飞了一样 是啊 又让法国队得了一分 中国队要加油了 中国队拿到了一分 还是不错的 好像是被牛绊了一跤 觉得疼吗 我觉得他应该会很疼 如果是你爬在栏杆上 那只牛不停地追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怎么化解 吓唬他一下吧 怎么吓唬 对着电视间的观众试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恶霸 虽然他很凶猛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护他 因为他给您带来了很多精彩的感觉 来 回到牛棚里去 我们的选手很聪明 利用胸前的这个盾牌 不断地来抵御牛的进攻 斗牛这个游戏是非常刺激的 我跟你说中国队有个优势 因为牛它见到红色 它就火爆 中国队就是红的 真的是天真的小朋友 在这呢我要给你纠正一个误区 大家都以为牛是眼睛看到红色就会非常兴奋 其实不是的 牛是色盲 在他眼中任何颜色都是一样 为什么用红色呢 是因为电视转播的需要 所以其实在牛的眼里 中国队的红色和法国队的蓝色没有任何区别 明白了吗千辉 原来是那样的 我知道了 原来中国队的红色和法国队的蓝色是一样的 还有三十多秒的时间 法国队也趁机拿到了一分 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那三位中国选手应该更勇敢点可以冲下来 我觉得应该是吧 其实这只牛呢对大人威胁就不大了 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很怕这个牛 好了比赛结束了 我发现在镜头上都是牛顶过的痕迹 都有很多的泥沙 看完了这场比赛在这么近的距离 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的 我觉得那个牛呢不仅很可怕 也比较可爱的 还可爱 可爱在哪 你给我讲讲 我觉得他那个牛角特别好玩两个颜色 两个颜色 观察还挺仔细的 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少年 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充满了漫画 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不过只要他们能够得到全新的体验 他们不断的变得更强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累得够呛了 差点被撞死 平常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 你感觉这层牛好玩吗 做成肉会很好玩的 做成肉会很好玩的 现在的孩子们好像都是吃牛排长大的 所以面对牛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不太清楚啊 像这么危险的游戏 是有人让你们来的 还是你们自己报名来的 我们自己报名来的 为什么这么想参与这样的游戏呢 因为以前都是 像这样竞选的游戏还很少参加 所以就想来一下 橙线 竖线 斜线 这些我们都是会算成绩的 你们看到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 两个队都完成了六条直线 打成平手 我们的小朋友们都上过音乐课 但是我们的音乐课呢 恐怕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的音乐课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课堂不是平面的 它会倾斜 就是我现在坐在这里 现在它虽然很稳定 但是待会呢 它会不断地向上翻 就像这样 向上翻之后就东西落水了 而待会儿落水的 将会是中国队和法国队的选手 在下边呢 水很轻盈 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 游泳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 不过我们希望他们坚持得更久 因为这是一个耐力赛 谁能够在这片舞台上待的时间更长 谁就可以获得胜利 好了 加油吧 为他们读秒 好的 大排乐队我们的小乐手 他们已经马上要出场了 我觉得这道具服非常好玩 我现在带的就是一个八分音符 我觉得你自己呢 我是一个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那个东西 我是两个那个队 你说你跳过芭蕾舞 芭蕾舞当中对于一些平衡能力 包括一些肢体的控制 也会有一些训练 你觉得这个队面有没有帮助呢 有帮助 平时踢腿什么的都就是 很在这上面有用处 先上去看看那个是什么样的地 然后呢再根据情况再来说吧 是的 红色的音符马上就要纵响了 音乐响起 比赛开始了 首先比赛的是中国选手 他们现在都面带微笑 他们不知道待会将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要给他们示意 要让他们尽量的欢喜 尽量的雀跃 让他们招招手 扭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串喜悦的音符 他们正在奏着一曲快乐的歌 没错 现在一个场上的小队员 一个小女孩好像场上队长一样 在协调着说 往那边倒往那边倒 看起来重心是需要调节 而且呢最好步调统一 看他们能否坚持 角度越来越倾斜了 已经坚持了一分钟了 他们还在坚持 这好像是在游乐场里面一样 很危险 很危险 演奏结束了 谁说英雄少年各载 我看他现在比姚明还高 我听说你来的时候病了 就胃有一点不舒服 做时间 做分析时间太长了 是不是因为这儿没有什么北京烤鸭呀 没有什么火锅呀 吃的还习惯吗 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音乐会继续演出 现在是蓝队的音符 第二轮比赛马上开始 法国队的比赛也开始了 由于这个音符的道具符呢 还是比较的宽大 就好像是大幅便便一样 因此一旦上面的选手掉下来的话 那么下一排的选手呢 难免可能要被撞落下来 嗯 多少会显得有些遗憾 他们都像一侧倾斜来保持重心 他们选择了光着脚站在上面 希望他们的脚可以抓地 没错 法国的孩子表现得更加的放得开 他们在不停地摇晃 在不停地击打着自己心爱的乐器 发出着美妙的声音 音乐 已经将近一分十秒了 啊 他们有些遗憾 他们本来坚持得很好 不如 比赛最后 蓝色的音符在板子上坚持了一分十秒 红队的音符呢 坚持了一分十六秒 所以红队的音符胜利了 你们欢呼吧 不知道你们跟着我们在城市之间一起落水 一起撒花 感觉是不是很刺激 很好玩 有一天 少年怕有一句话说得好 发生了就发生了 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 好玩 他们还没有导过时差 还有这样那样的音速影响他们 但是今天双方表现都非常好 那么法国小朋友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今天呢 就希望我们能够传递友谊 把我们的礼物送给法国的小朋友们 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 能够来到我们北京市海远区万全小学 和我们再次能够进行友谊的交流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和中国来的孩子们 一起在城市之间进行比赛 也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带着孩子们到中国去 到你们的学校去做客 谢谢 谢谢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代 你们肯定弄错了 这是城市之间牛魔王时代 你好啊 我还是让他独自在这里吧 你看他是不是有点腼腆啊 这好像是头大牛啊 这应该是小牛的妈妈吧 看来我还是先跑吧 那你想象里面放的 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个里头放的东西不一样 小的里头没准放的多 大的里头放的轻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大的轻小的重 我觉得应该选大的箱子 因为他这很可能 给我们就布置一个陷阱 就让我们都拿小的 结果小的是非常的沉 他装的东西很多 哦 原来是这样 你是这么讨厌 那平时吃苹果的时候 你会选择大苹果还是小苹果 吃苹果的时候 那得看我食欲怎么样了 那好 那我们待会就看看 你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好了 电视间的各位 这里是城市之间英雄少年 在我身边就是一位少年 我们终于看到那只牛的卢山真面目了 你第一眼见到它有什么感想 吓人 真的吓人吗 我觉得它并不是很大 我见到牛就怕 我看着它挺黑不垃圾的 那现在都撞人了 现在 你觉得如果是把你放到这片场地里面的话 它撞你一下 你会怎么样 装死刑吗 装死刑吗 它给我们的选手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建议 旅游开始了 出发吧 牛来了 跟牛一起展开这次神奇的旅行吧 从视觉上看呢 法国队的队员身高和力量 要比中国队员好一些 大概身高上就15公分左右的差距 奔跑的速度可能也更快一点 法国队员已经得分了 中国的小先生也很勇敢 他们跑过了拱门 好像这只小牛呢 注意力有些不其中 我觉得这跟青少年一样 好像你在上学的时候 精力会始终45分钟集中吗 应该不可能 肯定会有玩的时间 也就是说一旦牛走神的时候 就是你走神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得分的时候 差不多 好我们接着来看牛的表演 这只牛 跑起来动作还是很快 他离我们很近 他的注意力又被工作人员吸引了 好的 中国海择的那一分应该是无效的 中国队的那一分无效 因为他们并没有穿越拱门 所以那分无效 比赛当中有很多的规则 那么在有牛盯着你的时候 规则可能就不会记得那么牢了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孩子们好像还没有被牛重重地顶到过 危险危险 就顶出来了 我能够从这个位置看到 小伙子下嘴唇应该已经破了 动作人也把他救了出来 来能爬上来吗 嘴破了 能看得到嘴破了 你觉得是顶到了嘴唇还是顶到了牙 好赶紧我们把它救出来 面对牛的时候 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小伙子加油 电视线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你是好样的 我们的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人受伤 但其他的选手表现得非常勇敢 我想勇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的 为他们鼓掌 他们值得我们加油 面对小牛 面对小牛 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 反正我是想到有一天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中的一句很深刻的话 这里必须说说恐惧 它是生活为真正的对手 因为只有恐惧才能打败生活 所以即使我害怕了 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谁还没有害怕过的时候呀 什么 你这有头鹰吗 我这有头鹰吗 我这有头鹰 可以 没事 可以 OK 还能厉害吗 我说一下我这就先吃饭 我来吃 你也厉害 厉害吗 你觉得伤呢 没关系 没事 就是 其实这次参加城市之间的小母士们 最大也不过13岁 而这次前往法国参加城市之间 自然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了 当然 同时也正是在城市之间的赛场上 得到了成长与成熟 而这是在学校和课堂上 无法得到的 因此 对于我们来讲 这样的成长也是一种人生品格的远行 你们说对吧 城市之一 英雄少年 英雄梦想 还看少年 中华少年 手撕挺进 城市之间 身手很矫健 场面很狂欢 场场 场场都有不同的卡通人物与欢乐为伴 中法小勇士 赛场成朋友 共同演绎 快乐无间 城市之间 英雄少年 同去无限 我已经热身了 已经热身了 我们看一下 虽然天气还是比较寒冷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女孩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勇敢 有没有热身 有 做了哪些热身的准备 跑步 还有做肩膀的运动 还有登起 看来你是一个爱运动的小女孩 平时跑步 跑得有多快 六秒跑到那头 真的 这么厉害 待会跑起来可这么容易 神奇的飞弹 你怕被绊倒吗 我不怕 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有自信就能赢 说得太好了 有自信就能赢 在城市之间的赛场 可以培养每一个孩子 充满自信的去挑战生活 去迎接快乐的每一瞬间 选手们将在转动的摩坛上跳舞了 这是第一轮 三 二 二 咱们开始 比赛开始了 两回合的比赛首先是要分跑 现在速度还很慢 选手们都可以试 我们还可以节省体力 调整状态 随着整个飞弹 飞行的速度不断加快 他们可能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千万不要跌倒 如果一旦跌倒的话 重心就很难掌控了 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节奏在不停的变化 看看会不会有人跌倒 或者有人因为体力不支 跟不上最终的节奏 目前为止大家表现还都不错 如果再提速的话 恐怕就要分胜负了 小小手们在非常努力地 维持着自己的重心平衡 他们的手在空中不停地挥舞 挥舞的过程当中 正好来控制身体的平衡 大家在崎岖的山路上翻山越岭 这位中国的小女孩掉下去了 然后 现在我看你第一个摔下来 我问你有没有事 你肯定能告诉我 没事是吧 刚把舞跳完了 现在在摩台上该跪着跳舞了 看他们的了 这是比赛的第二轮 比的是攀爬的技术 刚才我们采访的那位女选手说 她在一岁的时候呢 就在类似的项目当中拿过冠军 看看她现在的表现如何 另外呢就是在屏幕的最右侧 那位来自法国的选手 她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在刚才奔跑的项目当中 她是拿到了一个第一名 这个项目是很艰苦的一个项目 年龄大而且身高高的孩子呢 应该会占一些优势 啊 这个项目 法国队拿到了分数 红队的两名选手全都掉下来了 看回放 我早看你们在游戏当中是朋友那一个一直往前跑 你当时在想什么 就想了中国一定要游 累了也有健身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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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的时候 要掉下来的时候 你要赶紧快爬 疼 当然是疼了一点 不过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当是成长的岁月 为我们特地拔掉了乳牙而已 孩子们的游戏很开心 我们觉得很好 这样对孩子的这个勇敢 自信都有好处 小孩子要摔摔打打不快 在这里呀 我给伙伴们透露一点小秘密 我们的小勇士还郑重其事地 把掉了的牙分别埋在了法国与德国 为的是赠送给自己一个永不忘却的成长的纪念 真是多有意义呀 在哪儿呢 掉了 什么时候掉了 蜜蜂回家 蜜蜂采卵花那之后 一定要回到自己非常温暖的家 现在呢 我们的小选手啊 小弟姐都扮成了一个蜜蜂 怎么样 穿上这个道具服 觉得能飞起来吗 不难啊 怕好丑啊 走得动吗 走不动吗 不过待会儿你还要经过转弹的 飞速的转动 难度可能更大一些 还赶上吗 赶 为什么赶上 好玩 好玩 你呢 太重了 我也太矮了 我觉得整个这腿都被盖住了 也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吧 嗯 是 想家了吗 不行 为什么不想啊 好玩 好玩就不想家了 注意 风箱里有四个位子 但出发的是六只蜜蜂 小蜜蜂 乱红红 来吧 三 二 一 咱 part 比赛开始了 身材高大的蜜蜂们 当然是一拥而善 刚才我们采访过的那位小家伙呢 想跟别人挤一挤 不太容易 确实这个项目啊挺难的 跳上去是肚子着地 肚子着地之后呢 手和脚就再着不着地了 来自法国的这位女拳手 这位小蜜蜂 准备用臀部着地看看试一试 诶 你看 我们刚才采访这小伙子干得不错 他利用了气球的 这个冲击部的弹性 你看 你看 已经翻过了一座山 只不过是用脸着地 这是我想起那句话说 每个人都是一个天使 只不过着陆的方式不同 他怎么能用脸着陆呢 不错 不错 他已经翻过了其中的一个关卡 来自中国的一位队员 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可以高兴地返程了 他完成得非常地轻松 而紧跟着一位法国的选手 也过来了 其他的选手就难了 他们想穿回来都很难 大队员 这时我们主要是在清晰呢 我们是在清晰的地方 我们是不得交除? 我们是两个人的相声比对吧? 对对 两个人想互相比对吧? 半分 放心我们的镜头 这位法国的女选手 是一位很坚持的人 她用臀部 用肚子 试过各种方法 想要跳上去 但到目前为止 她还没有成功 等到比赛结束 我们一定帮她 去帮她完成翻阅过 至少一个卡 我想这也是她自己 对自己的突破 来 帮帮她 各队淘汰一支 现在四只蜜蜂 争夺两个位子 为了抢夺蜂蜜 第二轮比赛 马上开始 好了 接力赛的第二轮 来自中国的这个队员呢 她的年龄 虽然只有14岁 但是个子很高 您别惊讶 没错 姚明小的时候 也很高 对不对 她看起来 在这个项目当中 优势非常的明显 因为身高腿长 她可以非常轻松的 就翻过这面包衫 而其他的选手 想翻过面包衫呢 就难了很多 如果中国的选手 表现得好点 能够率先的通过 我们就可以不用比比 第三轮 就结束比赛了 中国的选手很顺利 她想看准 然后把头放进去 好了 她回家了 红蜜蜜蜂先进入了 蜂香 也在等候 也在等候 回家的动只有两个了 好的 马上要进入 决赛圈的第三轮 也是最后一轮 两只小蜜蜂的 最后决战 谁将会变成 蜂后呢 是红队还是蓝队 去谈蜜吧 在这个项目当中 虽然是最后一轮的 决赛圈 但是我对她 抱有百分百的信心 毕竟身高腿长的她 实在是优势太明显 看起来呢 她也有 马师前提的时候 刚才呢 优势很明显 这本来是她 但是呢 由于在比赛当中 遇到一些问题 连着摔了几跤 所以呢 反被法国队的一只 小蜜蜂反超了 不过上转盘的时候 还有机会 因为现在转盘的方向呢 是转到了那边 那个蜜蜂洞呢 现在还没有转过来 没错 在转盘上 大家都有机会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说过对她有信心 不过她确实也让我们 担心了一下 也许她想跟我们 玩一个拳念 我知道呢 你一直想在旁边 为你的小队员们加油 是吧 你还带你 自己的写的作品 给我们展示一下 城市之间 欢乐无限 看一下我们这三位勇士 我就特别要提一下 这位小朋友 他刚刚是参加 斗牛的游戏呢 然后不小心 生了点小伤 现在嘴角还肿着呢 刚刚从衣物室出来 我知道你坚持要上 这个永寒高峰的游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极体容易 你表现得相当的勇敢 当你从场上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为你鼓掌 你的小队员他们都说 他是不是很勇敢啊 对 是谁给你的信心和力量 王老爷 王老爷 他给你的信心和力量 看到吗 你的队员都是以你为榜样的 主意 3 2 1 好了 比赛开始了 中国的选手 有些举步为坚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这个陡坡和这个距离 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但对一个孩子呢 恐怕就非常的困难 法国队的第一棒 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但是第二棒呢 也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没法坚持了 看第二棒的孩子 表现得如何 这基本上不是永寒高峰 而是在扑负前进 法国队的第二棒的孩子 非常的坚持 他坚持到了最后 他获得了成功 不知道他们第三棒的孩子 能不能够攀登到顶峰 而中国队现在攀发第二棒的孩子 值得我们给予掌声 因为刚才在斗牛的项目当中 他的嘴唇被牛踢破 流出了鲜血 而是我刚才看到 那小男子汉 也流出了自己的眼泪 不过他还是选择了 继续来参加永寒高峰 法国队的孩子 还差一点点 结束 蓝队是今天的冠军 朋友们来看一看 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的表情是失望的 我想这是好事 因为他们在小小年纪 已经有了荣誉感和胜负心 他们希望在这个赛场上 表现得更好为郭正光 不过告诉你们 在这个赛场上 将会是你们人生当中 非常难忘的一幕 你们可能在长大之后 会回想起今天 我想你们回想到的 更多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 加油 打起精神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较量 此时此刻 特别不想跟你们说再见 因为我们在城市之间 还没有玩够呢 我只好拿影片 少年派中的一句台词 作为结束语 人生虽然要放开一些事物 但是放开的时候 还是要好好地道别呀 是啊 我们同样是要好好地道别一下的 与浪漫的法拉西 与虚张盛世的小牛 与那些好可爱好可爱的 外国小朋友 当然 道别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一切美好的记忆 牢牢铭记 中国与法国 北京与巴黎 我们在场上是对手 在场下是朋友 其实在场上 我们也不一样是朋友 哦 对了 我们还以法国的小牛 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不打不相识哟 就在这城市之间的赛场上 我们从欢乐中 深深体位到了 什么是英雄出少年 知道了 城市就是割掉乳牙 然后割成狂牙 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 成长的烦恼 但是我们更会记住 成长的快乐 还是那句口号 伙伴们时刻准备着 明年我们场上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